佑維莫經雲 隨之諸佛果 替眾生空 耳常修淨土 教化諸宣生 佑維 譬如友人照例公思 要以空地隨意外 要以虛空中無能成 淨土十一論 解答十種疑惑 第一疑解釋完了 現在是第二疑 第二疑的疑問 現在簡單地說一下 佛法裏面說 一切法都是空地 極樂世界也是空地 說過世界也是空地 求生阿彌陀佛果的因也是空地 在空地裏邊 是沒有一個聖 也沒有滅的 為什麼要捨棄 說過世界 求生阿彌陀佛果呢? 這個疑問呢 簡單說就是這樣 前面這本已經把這個問題解答了 回答了以後 又引中觀論的四句話 證明這樣的道理 又引中觀論的四句話 就是把中觀論的寄宋裡邊 引來兩個宋 一個是 因怨所生法 何所居之空 以明為加明 以明中道義 又一個宋 發福之ibility 以 comfort之心 一部衷� gauche收他們 呼功 呼引 是補知度身 引中觀論的兩個宋 證明這個道理 上一次講過了 就是 大義就是 一切法都是空地 不生不滅地 那麼 我們求生阿彌陀佛果 我,這個聖啊,就是不聖,所以啊,求聖阿彌陀佛國不違背諸法皆空的道理的 前門的意思是這樣,這一下又引著《維莫經》上的話,來說明這個道理 但這一下的這個話,和前門有一點不同了 呦,不但是啊,終關論上有這樣的道理,證明我們求聖阿彌陀佛國是對的 就《維莫經》所說經上呢,它還有一種理論呢,也能成立我們往生極樂世界的這件事的 那上怎麼說的呢? 隨之諸佛國,基於眾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諸全身 這個話怎麼講呢?諸佛國,我們凡夫的這個世界啊 也可以稱說世界,也可以說是國,就是凡夫的國,眾生的國,眾生的國土 聖人呢,它也是有國土的,也是有世界的 當然啊,在阿彈經裡面說,這個俄羅漢呢,它要是入了涅槃以後呢,是沒有國土的 是沒有世界的,它是猶如虛空那樣的 但是在《大乘的經》裡面講啊,佛羅漢呢,它入吾於涅槃以後,實在也還是有世界 所以《大乘佛法》的說法是對的 《佛羅漢》以上的這些大菩薩,或者一切的佛,他們都是有世界的 佛的世界啊,或者一切眾生的世界,都是空的 誰也知道諸佛國,基於眾生空 空的道理啊,我們前文已經說過了,說了好多了 現在簡單地再說一下,就是我們眾生的世界 我們眾生的這個生命,這個身體,這個生命 和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都是我們這個世界上人的業力創造的 那麼諸佛的世界呢,也是一樣 就是諸佛、菩薩、俄羅漢這一切聖靈的功德所創造的 也是因緣所生法 也是因緣所生法,所以它也是空的 隨知諸佛國,基於眾生空 而常修淨土,教化諸全身 這個隨知啊,就是 隨然是知道這件事是空的啊 這個知是隨你,就是菩薩 這個菩薩它隨然知道佛的世界和眾生的世界 和眾生的生命啊,都是本性空的啊 但是它並不因為空啊,它就什麼事情都不做了 就全面地休息了,它不是 它還是常修淨土,教化諸全身的 這個常修淨土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菩薩是有慈悲心的陰 有特別廣大的慈悲的陰 它感覺到眾生啊,這個陰在世界上很苦惱 它要敬畏來地地來救過我們 它直接地啊,開導我們啊,怎麼樣做陰 怎麼樣相信有善惡因果 怎麼樣可以轉翻成聖 但是菩薩另外的,它又啊 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它要創造一個清靜的世界 國教裡面的道理啊,你所接觸的一切的境界 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成就 我們得到一個眼啊,得到一個耳鼻舌身意 得到這樣的身體,得到這樣的生命啊,得到這樣的國報 我們的壽命有這麼長,我們的智慧有這麼大 種種種的關係啊,都是自己的思想行動造成的 如果你本身沒有這樣的業力啊,就不會得到這樣的國報 我們到佛的世界去啊,是那個佛的世界是佛的工作造成的 我們要到那去啊,我們就是佔著佛的光明 這話也是對的 但是與自己的業力也有關係 所以菩薩要成佛,它想要成佛,它想要廣度眾生 它也需要有一個清靜的世界 它不需要另外創造一個世界 它生到別的現成的佛果 它不用再造了,不用再創造一個清靜的世界 也可以的吧,其實不是 它到別的世界去啊,它能去的成功 在那裏能夠居住下來啊 那個世界就是有它的,它的功德的成分 所以它一定也要啊,廣秀功德啊,來莊嚴敬佛的 所以這個地嘛,隨之諸佛國,基於眾生空,而常修淨土 雖然知道佛的世界是空的啊 並不是說就是一定沒有佛的世界 它還是要創造種種的六佛羅蜜的功德 去莊嚴這個成佛這個世界 莊嚴這個佛的世界做什麼呢? 那就是利益眾生啊 接引他方的世界,眾生啊 到這個地方來修行 所以世界裏邊呢,有的是佛的聖意的世界 也有凡夫的世界 凡夫的世界很多很多 在凡夫的世界去修行 有的人也可以 但是大多數的人還需要到佛的世界去才能修行 所以菩薩雖然知道佛的世界是本性空的 但是它還是要創造一個佛的世界的 雖然知道眾生是空的啊 但是它還是要來教化眾生的 那麼這個話什麼意思呢? 眾生這個生命,這個捨受享應食啊 是虛妄不真實的,是空的 但是眾生本身不知道 本身不知道,所以它不能夠泄脫 它在這個眾生的世界裏邊呢 會種種的煩惱的困擾啊 它要流轉生死 無緣間天上或者雲間或者三個道 做種種的苦惱 它不知道這都是空的,是虛妄的啊 它不能泄脫 所以菩薩來教化它 誰也知道眾生是空的,還是要教化它 教化它,就是教它知道是空的 它就容易泄脫了 所以誰知諸佛果,基於眾生空啊 而常修淨土,教化諸群生 那麼這個文啊,說佛果是空的 眾生是空的,和前文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這個地方,耳昌修淨土,教化諸群生啊 這個重點呢,放在後邊這兩句 那麼這個意思呢,就是我們說 極樂世界是空的 偶說佛世界是空的,眾生是空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求生和彌陀佛果的 這個意思在這裡 有人,譬如有人造立功時,要以空地水以外 這這些啊,還是文貌經常說的 文貌經常說,譬如有一個人呢 他想要造房子 他造什麼房子呢?造一個很高大的房子 叫共啊,或者是一般的房子,或者叫做石 造房子啊,怎麼造呢?說要以空地,隨意無外 假設這個人呢,他在這個空地 有這麼一塊地也是空地 上面沒有建築物啊,種種的一些條件準備好了 這樣的造房子呢,隨意無外 隨他這個心願呢,就成就了 不會有困難的 要以虛空,種不能成啊 假設沒有地 只是在虛空裡造房子 那麼這是不行,這是造不成的 因為他在虛空裡啊,他這個建築物 他要掉下來的 他不能在虛空裡面,住在那裡 所以這純實虛空的不能造房子 這是一個比喻 比喻是什麼呢? 比喻有淫這個淫是誰呢? 就是比喻菩薩 修教佛法有很高深的成就的菩薩 造立公司啊,做什麼呢? 就是比喻他,他要造一個清淨的世界 以這個凡夫的世界 有的人有錢,有這個需要 他在這個空地上造房子 這是我們淫的境界 現在這個佛菩薩的境界是想要造一個世界 但是我們沒有聽聞佛法的淫 我們從來可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沒想到說這個世界是淫造成的 沒想到這個問題 但是佛法給你們講呢 這個世界是淫造的 不然沒有這個世界 房子是淫造的,這個世界也是淫造的 那麼凡夫的世界是凡夫造的 聖淫的世界就是聖淫造的 創造一個世界 但是佛菩薩 他是在沒有成佛以前 他有廣大的願力 那麼他來創造這個世界 也還不是他一個因的力量 因為他這個菩薩一定還有很多因 與他同一自願的 同一個自願的人 也很多同一自願的人 以融的做種種的功德 來創造這個世界 但是以最初倡導的這個因為主 比如說阿彌陀佛的世界 以阿彌陀佛為主 要是國的世界 以要是國為主 要是國的世界 以阿彌陀佛為主 是這樣子 那麼這裡面說 要以空地 誰以無外 這個話怎麼講呢 這裡說空啊 就是譬如這個菩薩的 畢竟空的智慧 它能夠觀察一切法都是空的 這種觀察成就一種智慧 譬如我們的消息佛法 從經理論上面呢 聽聞這樣的道理 或者一下子 我們讀書也就明白 讀法皆空的道理 或者是漸漸地明白了 這個明白啊 這個明白啊 只是文慧 我們這樣子明白啊 就是聽人家講解 我們心裡面明白了 讀法是空的 這叫文慧 或者我們自己讀書啊 讀佛法的這樣的道理的書啊 我們明白了 這也叫文慧 這樣的文慧啊 是很微要的 它的力量很遠要很遠要 它不能夠生起什麼大的作用來 你比如說 有人要是悔罵我們 罵我們 或者有人讚嘆我們 給你戴高號 我們心裡面呢 雖然知道戴高號是假的 人心裡也是歡喜 要是有人悔罵我們呢 我們知道也是假的 但是心裡還是不高興 這個意思呢 就是我們的文聽文的智慧啊 知道這個讚嘆的悔罵 都是空的 是假的呀 但是心還是要動 心是還是動 這些是空的 等於沒有這麼回事嘛 為什麼心裡面還歡喜 還不高興呢 就是這個智慧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的關係 沒有力量的關係 那麼進一步 我們要有思維的智慧 把這個諸法解空的道理啊 在靜坐的時候 是個心不亂 思維這個諸法解空的道理 常常的思維 常常的思維啊 常常的思維啊 那麼你這個智慧就進步了 他的力量就大一點 所以這時候要有人讚嘆你呀 或者是毀謗你呀 心裡面呢 雖然也可能還是有點動啊 有點波動啊 但是輕微就多了 就能輕微 等到啊 你要得了禪定的力量 你修這個收心不爛的功夫 得了禪定了 得了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達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這個靜坐 你達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你在禪定裡面 乖切法空的時候呢 就沒這件事了 雖然讚嘆你也好 所以賄賂你也好啊 你心裡面不動啊 那你就不動 這個時候啊 這個力量就要比那個文匯 師匯要大了 但是這個時候不動啊 也還不是太靠得住的 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凡夫啊 知道這個 雅爾比特森一接觸的 一切境界都是有 有 我們因為是有的這個心兒啊 很深很深 很深很深 從無史節以來就是這樣 很堅固的 所以說我們有文匯 師匯修匯的功夫了 我們心能夠不動了 還是假的 因為在你的內心的深處啊 那個執照心還在 還沒有清楚啊 還是不行的 即使你能夠啊 都無聲發音了 把你心裡面的那個 那個執照也去掉了 這個時候才是真實的清靜了 才叫做不動心了 所以這個啊 這個地方啊 說是要以空地 誰以無外啊 這個空啊 是說 不是啊 通過文師修啊 通過無量節的修行啊 得到那個清靜的 畢竟空的智慧了 那是真實的智慧 文師修這個智慧還不太好 不是可以啊 做一個音樂 做個條件就是 這個空就是說 菩薩的那個必經空的智慧 那麼這個地是什麼呢 地就是菩薩的癡的心 菩薩觀一些法空啊 但是他還有慈悲心 但是眾生很苦 要說是都是空的 就不發起慈悲心了 那還不符合佛哭的意思的 有慈悲心 觀察眾生的苦惱 還有這樣的慈悲心 還有必經空的智慧 這樣子啊 用必經空的智慧 用大慈悲心啊 去弘延佛法廣度眾生 你成就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用這個功德啊 去回向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圖 就是願意此功德 創造一個清淨的世界 你這樣子做呢 等到你成佛的時候 你這個世界就出現了 就成就了 所以說 要以空地 隨意無外 你要有了必經空的智慧 你還有大慰心的 你就成就了 你的這個清淨的世界了 隨意無外 要以虛空 忠佛能成啊 說這個菩薩啊 他 不要有大慰心 他 不慈悲一切眾生 眾生 雖然苦惱 我不管我事 我不管 都是空地 他一味地觀察一切法 是空地 這樣子 眾不能成了 他是沒有辦法 能夠創造一個清淨的世界 是不能成就的 就是 他要有必經空的智慧 他還得有大悲心 才能成就一個清淨的世界 才能成就的 這個大悲心呢 不妨礙必經空的道理 還是有一切眾生 有一切因緣深化的 就是說 我們要求生阿彌陀佛國 這個生是畢竟空的 同時還是有生 我們還是從說佛世界 到阿彌陀佛國去了 這樣子是對的 不能完全講空的 那麼這個 是 沿著唯本經上的話 證明這一點